嗨,大家好,我是坦平书,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的事 自从恒大爆雷以后 关于恒大的和许家印、许老板的这个负面新闻一直不断 但是最近呢,市场上也不断传来恒大的好消息 那我们先看几条关于恒大的利好消息 首先第1个呢,我们看一条关于恒大汽车的好消息 大家先看视频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这个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的这个协调下 恒大汽车向上市又迈进了一小步 那么离量产还差一小步 借助这个利好呢 昨天港股恒大汽又涨了一波 而且许老板也没闲着 立马趁势增发恒大汽车的股票 我们看一则报道 恒大汽车你配售1.75亿股 募资5亿港元 用于新能源汽车研发及生产 IT之家 11月10日消息 今日早间恒大汽车在港交所公告 于11月9日和配售代理签订了配售与认购协议 通过先救后薪方式 以每股2.86港元配售1.75亿股 预期配售事项的所得款项总额为5亿港元 这是徐老板和车的合影 本次配售股份占 公告日期以发行股份总数的 1.79% 及新股发行完成后 已经扩大发行股份总数的 1.76% 恒大汽车预期配售事项 及认购事项的 所得款项总额及所得款项进额 将分别为5亿港元及4.9亿港元 即认购价 将为约每股认购股份的2.80港元 恒大汽车领将自认购事项收取的所得款项专项用于公司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及生产制造 为恒持新能源汽车顺利投产奠定基础 这个增发价2.8港元 相较于它的收盘价 大概折让了80%吧 大概就是8折 港股的增发不太清楚 那A股的增发啊 是相当严格的 从你公告增发 到你增发成功 一般的都要6个月吧 而且需要这个证监会发声委去审核 而且他 一般的 增发成功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认购的人已经认购完了 钱都已经交了 这下面很多 有很多这种猫腻 为了增发成功啊 这个大股东啊 可能对这个认购的人做很多承诺 比如在 你退出的时候股价不低入多少 对吧 低入多少它补补偿 类似啊 这种托底的 承诺 港股怎么增发 我不太清楚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5个亿 就能卖完 对吧 就能马上拿到手 这个 不太清楚 那么即便这5个亿 徐老板能拿到手 那么能解决这个恒大汽车多少问题呢 这个也打个问号 这个恒大汽车 离量产 还需要多少资金 这也打个问号 那么恒大汽车 量产以后 销量如何 消费者 卖不卖债 消费者认不认 这也是个问号 但是 不管 这么多问号 毕竟恒大汽车 万千卖了一步 这比这个 贾跃亭贾老板的这个 法拉第未来 要强那么一点 法拉第未来到现在是 只听楼梯响啊 不见人下来啊 有网友说啊 恒大汽车根本就不愁销量 为什么呢 说 以后啊 恒大卖房子 政府不让打折 那么恒大就可以 你买房 他送车 送车位 对吧 你买恒大的房子 那么恒大可以给你送全套家电 车位 还有汽车 这样就相当着房子打折了 卖的是给你一套组合 有利于 许老板卖房子 如果这样的话 每套房大一辆车 那么许老板根本就不担心车卖不出去 只要他能造出来 能下线 能善事 好我们看第2条新闻 第2条新闻叫 美联储 美联储针对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出警告 美联储在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中 对包括中国恒大在内的高杠杆公司表达关注 路透社 美国联邦储备文人会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动弹形式发出警告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政府就约谈了恒大 那么恒大呢 许家印就是又是卖房子又是卖飞机 他把美元债 利息还上了 那么这一次美联储再次对这个 房地产行事发出警告 那中国政府做什么反应呢 会不会又要约谈 这些民企房地产老板 尤其是许老板 会不会再出一些配套措施 这个 稳定房地产市场 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很多人都一种错觉 认为中国跟美国总是对着干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美关系啊 是逐步在走好 尤其是今年 当然了 也有一些摩擦 但总体是向好的 中美首脑 可能马上要会晤了 所以说中国政府对美联储的这些警告啊 不会自若罔文的 会仔细认真对待 那么这个对房地产 尤其民企房地产 应该是个好消息 第三个 就是关于 高盛要投资中国房地产债券的事 我们看一下新闻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偏向虎山行 高盛逆势买进中国房企债券 就是彭博社的啊 尽管现在各路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发行的债券 避之唯恐不及 当高盛资产管理却在买进这种全球 最糟糕的资产之一 高盛投资组合管理团队成员 表示啊 在公司一直在 通过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的美元 高收益债券来增加湿豆风险 过去两个月 随着全球债付 最重的 开发商 中国恒大走到潜在违约边缘 且危机可能蔓延到其他房企 债券遭到了急剧抛售 然而 贝尔上周五 接受采访时表示 市场高估了传染风险 而且形势造就了机会 过去20年 房地产行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他说政府不太可能容忍 让这么多开发商倒闭对增长的影响 市场现在所消化的困境程度开始显得与真实程度不太相符了 蓬勃的中国垃圾级美元债券指数 9月初来下跌了12% 收益率飙升 因政府 调控房地产业 对恒大的债务危机加深 政府高级官员强调房地产市场风险可控 当局也在放松 对一些大银行的购房贷款限制 果然是偏向虎山行啊 对吧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 满地是雷啊 大家想一想 中国的房地产 遍地是雷啊 这个高盛偏不应邪 认为抄底这时候到了 所以他要 承受这个适当的风险 要购买一些这个中国的 房地产的企业债 大家想一想啊 中国房地产要发债的 尤其发美元债的 承担这么高利息的 只有民企 国企是不会发的 或者发的很少 因为国企这个国内的这个 便宜的资金他用不完 他怎么会跑到海外去发债呢 那只有这民企发债 这民企发债呢 正因为他们容不到钱 所以他只能承担着高额的这种利息 偏偏民企的爆雷的有很多 所以购买民企的这种美人债 风险还是很高的 但是高盛呢 通过他的研究 认为 中国房地产企业这个基本上已经见底了 后面政府是不会 见此不就的 会出台措施 稳定这个房地产市 所以他认为投资的时候到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风险 所以他认为这个风险呢是可以承担的 叫适度风险 这是海外机构投资者 对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是偏暖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最近还听说啊 中国的什么银行间的债券市场 也向房地产企业放开了 以前的银行的资金啊 想购买房地产企业债 都需要通过什么信托啊 通过理财 现在是银行间的这个资金啊 可以直接去购买 房地产发的债 房地产企业经过批准之后呢 也可以在银行间市场里面发债 那这个对房地产企业相当又开了一个输血管 这个也能部分的缓解 房地产企业这个先进流状况 所以呢 以上几条消息啊 对恒大来说啊 都基本上是偏暖的 那就看恒大许老板能不能抓住机会 恒大汽车呢 故事能不能讲的圆满 但是我觉得啊 恒大汽车 要走这个独立品牌 要能被广大消费者认可 那么恒大这个品牌 应该是个负资产 他应该 把恒大这个帽子摘掉 所以我对这个恒大 独自造车这个事情 还是表示疑问的 他有没有这个实力 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我还是看好 恒大汽车啊 可能被产业投资人 收购或者重组 徐老板能够趁机套一笔钱 解救恒大理财的投资者 以及 恒大商票 对吧 这个持有的人 恒大 恒大核去核从 我们继续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